换个焦点 在野党争取选区拨款仪式 预计今天会有进展 首相纳杜斯·安华将在下午5点半 主持团结政府领导理事会会议 商讨国盟的诉求 根据报道 各个执政党巨头都会到 部城首相官邸出席会议 负责和在野党谈判的副首相 纳杜斯·法迪拉日前就预告 这场会议将会详细讨论在野党的诉求 包括选区拨款的数额和条件 上个月 法迪拉和国会反对党领袖 纳杜斯·韩扎在努丁 国盟国会党别纳杜斯·达基尤丁 土团党副主席纳杜斯·罗纳见底会面 讨论拨款仪式 至于韩扎声称 从一名高阶人士 受到了选区拨款的协议草案 法迪拉向首相确认之后 否认有这回事 中文字幕里面